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爱杰西 听到我的口音之后看到我脸应该是能猜我不是北京人 我真的我不是北京人我是东北人 有东北人在吗 哇这就全都是东北人吧 东北你东北哪啊 你沈阳的我美国东北的 我老家是波士顿内嘎的 波士顿内嘎 你知道我们美国东北真的有一个美国东北口音 这真的有这是真的 我们那边波士顿有一个波士顿话 我们那边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那边没有耳欢音 我就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用标准的英语有一句话 我把我的车停在哈佛院 用标准的英语我耳欢音很重是 I park my car in Harvard yard 但我们波士顿人不怎么说 波士顿人怎么说 波士顿人都说 I park my car in Harvard yard I park my car in Harvard yard 这算鸭子那种 如果你看到两个美国人在哪天 东北人啊 老乡啊 我是沈阳的 那也是波士顿人 我现在在北京待七年了 待七年的时间 现在就是全职说这个中文脱口秀 说脱口秀有很多的好处 就是也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当我发现了一个规则 我发现了我认识一个新的中国朋友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和他给我回的第一句话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无论我说的是 哎你好 哎你是不是谁的朋友 我是不是认识你 无论我说的什么 他们都回到就是 哇你中文说的这么好 我跟你们说 我呆了七年都是这样子 无论什么情况都是这样子 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开电动车的时候 有一个老头他穿了红灯 然后我无意中撞到他 我速度不高 但我还是很着急 我就撞到他 我说哎 先生你还好吗 然后他说 哇你中文真好 在中国待了几年了 会用筷子吗 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我发现了 不同地方人 他们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们这么说的不一样 特别北方人南方人不一样 北方我去北方 我说你好 他们的回答就是 哇中国说这么好 南方人不一样 我去南方 我说你好 他们说哇 你的普通话很标准 但都是南方人说的 所以哇你的普通话 还不准 你说都以为我们的 还不准 他是丁广泉 丁先生学长 我没办法 我是偷口秀演员 我做很多的外地演出 我告诉你们 外地演出 都对我来说 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很早就起床 我拿着我的行李到街边 我就很饿了 我要买一个煎饼 我就看到路边 有一个老阿姨 我说哎 哎能不能来一个煎饼 然后他说 哇中国说得这么好 然后我打车 我说哎师傅 带我去那个T3吧 他说哇中国说得这么好 然后我到了飞机场 我还得过安检嘛 然后过安检的时候 他们就 叮叮 转身 我转身 他说哇中国说得这么好 我没张嘴 这就没办法 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很喜欢说脱口秀 我现在全职做这个 这个中文脱口秀 中国人发现了 我是全职说中文脱口秀 他们特别好奇 他说哇 哇你全职做这个 你家人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他们都知道 那你家人知道 你家人怎么看呢 我其实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上次我回家 我问了我爸 我说爸 你对我说中文脱口秀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我爸给我回了一句 他说 Speak English We talked about this 真的很 我很喜欢 但是 我一回到美国 我说我是一个 中国脱口秀演员 没人信 他们说哇 你是中国脱口秀演 你讲得真不对 但有一次个人 他没有信 我是中国脱口秀演员 差点出问题了 就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告诉你们 是上次我回家的时候 那个飞机落地 我得过那个移民检查 然后那个国民非国民 他们都有那个检查员 他问你一些别的问题 然后他的专门的工作 就是不信你说的任何话 他就干这行 所以他看了我那个护照 然后他问了我一句 他说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Oh I'm coming from China What do you do there? Oh I'm a Chinese stand-up comedian Tell me a Chinese joke 让我说一个中国段子 我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我有段子吗 但我卡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 鸡为什么过马路 我也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以为我完蛋了 但后面排队 有一个美籍华人 他听到我那个段子 然后大家开始笑了 我说哥们牛排 那个人就懵了 他说 Wow you are Come on Come on Welcome home 反正我回去的时候 我还得花很多的时间 来调整我的思维 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大多的那个思维 就会自然变转了 但是我那些临时反应 那种临时反应 就出来的还是中文的 以前发生了这个问题 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 喝一杯 喝一杯 什么情况啊 因为我发现 英文没有任何跟 喂相关的声音 英文没有任何跟 喂相关的音量的词 就一说喂 我们有道路是roadway 不是roadway 还有一次 我在那个美国 我去了一个饭馆 然后我用了他们那个洗手间 我就在那个洗手间里面 有一个人过来敲了门 他说 Hey Is anybody in there? Anybody in there? 然后就说了一句 有人 然后我就特别尴尬 你知道吗 我在想 我是不是再加一句英文 加一句会不会更尴尬 所以什么都没说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看这个人的脸堂 他看我出来 他就 What was that? 真不懂 但是我真的有这个问题 我在北京有点不好混 我在我自己的地方不好混 我到底哪里可以混 我也去了一次上海 我再看一下上海能不能混 我在那边待了六个月 一般来说 我说你好 就是其他人就说 哇中国说得这么好 或者哇普通话很标准 但上海人是唯一不一样 我去了上海 我说你好 他们说 Oh wow How you speak Chinese Chinese very good 我在上海 我待了六个月 一句话的普通话 都不让说 他们就坚持跟我说英文 为什么就坚持跟我说 因为他们习惯了 跟外国人说英语 但是我来的时候 他们这儿有点问题 就是他们眼睛的信息 和耳朵的信息不一致 然后他们脑子会卡 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又一次在上海 我去了他们的一个披萨店 然后披萨店是怎么一个 怎么一个形式 他们那边摆了一个大吧台 这里一张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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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了那个服务员 我说你好 这个是二十英寸的披萨吗 然后他给我回了一句 他说 Cheese披萨 我不好意思 我问的是大小 然后他说了 你过来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我为什么在上海那么难混 是我跟上海人一比 我一点点不够氧气 真的是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是上海人 我也可以说英语 我可以说 Hey everybody I speak English 然后上海人说 But not British English 我上海太氧气 你知道上海氧气 到什么程度现在 上海有氧气到 他们有酒吧 有外国服务员 我去了一个酒吧 有两个美女进来 他们看到我 他们以为我是服务员 这真的 因为我进来了 因为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在等一个朋友 刚确认他来了 然后把我手机放下来了 那个两个美女进来了 他们看到我一个人 在一个饭馆 不喝酒 不玩手机 肯定是服务员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进来了 他们就找了我 他们说 Hey Get us two beers I'm like OK 所以我去了那个冰箱 我拿了两瓶啤酒 我给他们 他们给我一百块钱 我回家了 对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这有一个机会 给你们讲一段脱口秀 我能站在这个舞台的原因 只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是因为这所有 来支持我那些 老师们和朋友们 和粉丝们这个支持 还有第二个是因为 全国销量 遥遥领先的 长知识了 酸奶 这是非常感谢 他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叫爱姐系 非常感谢大家 好 好